其實上禮拜我們講的暫存器銀行 也就是暫存器單元 它可能有像這個例子有16個暫存器 16個32位元暫存器 那我們去存取然後寫入和讀取的部分 都在這邊測試測試完 這一個範例會稍微有一點難度 所以開始各位要特別小心 再來記憶體的話 其實它只不過是容量很大的一組陣列 這個容量很大的陣列 以我們的例子我們用FPGA元 不容易宣告到很大很大 通常這種是一個記憶體廠在做的事情 記憶體廠重點當然也不是寫這個程式 而是它的製程 那這種製程過去呢 都是掌控在日本人的手裡 那現在呢因為這種技術已經比較普遍了 所以以台灣的廠商而言呢 在日本的記憶體都是跟日本合作 然後授權他們的技術過來做 那這包含像華邦電啊 然後世界先進啊這些廠商 那世界先進好像倒 那所以台灣有一些記憶體廠 前一陣子都撐不住 那目前韓國的記憶體廠 還有像美光 美光之前呢 大概是全世界第二大廠 那三星大概目前是記憶體最大的 然後海力士之類的這些廠商 那這些製程的東西 其實學校是學不到的 因為你要開個經驗廠才有辦法做 那學校不可能學到這種東西 不過我們要在FPGA裡面 宣告個記憶體倒是困難 只是容量沒有辦法宣告很大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這個記憶體的內容 咦 我們上禮拜好像有看過這個 好 我先看一下 我們的輸入線有clock 這個就是smile reset就是重置 重置訊號 如果它重置的話 整個記憶體就會重設 enable就是啟動 然後rw就是讀取或寫入 abus就是地址或流排 dbusin就是地址或流排輸入的部分 dbusout就是地址或流排 資料回流排輸入的部分 dbusout是資料回流排輸出的部分 abus才是地址回流排 好 那這個m呢 就是我們宣告的記憶體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給調大 你把數字給調大 要宣告的記憶體就大 那因為我們這裡其實 有32位元的位置回流排 我這邊可以調到4g 可以調到4g都沒問題 那4g是2的32尺方 你可以把2的32尺方寫在這裡 應該是2的32尺方-1 因為從0開始算 那最後讀出來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資料做 用一個32位元的資料做反送 因為這邊是bite 這邊卻是32位元 差4倍 所以我們就always 這個always後面就是說 你這個叫sensitivity list 就是你任何的變數變化的時候 然後就要止行這一塊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那個變數寫在這裡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寫一大串 可是很多時候其實 如果你任何變化都要處理的話 就寫一個信號就好 就好像那個dir信號一樣 你寫個信號 那就代表 只要裡面有任何變數變化 我都要處理 好 那這邊reset等於1 就是說當它重置線被按下去 就相當於我們的電腦的按 你按下重開機的時候 那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把M0、M1、M2、M3 S到M2、M3 通通通都重設 重設成某一段機器 OK 那這種程式是做什麼用的呢 這種程式是認體 通常它就是叫做啟動程式 但是我們這邊還不是真正啟動程式 啟動程式要有特定功能 我們這邊只是一個辦例 好 那這個啟動程式放進去 OK 接下來呢 如果不是重置 如果不是重置的話 那就代表說OK 我們可以根據它的位置 位置的值來決定 我到底是要讀取還是要寫入 那如果enable是1 enable是1 就是已經可以讀取或寫入了 那RW是0 RW是0 代表write 代表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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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們就把 資料線上面的東西給放到記憶體裡面 這是寫入 那反過來如果是讀取 RW是1 代表讀取 讀取的話呢 我們就把記憶體的內容丟到資料線上面 好 那如果enable是0 如果enable是0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會輸出Z 好 請問Z是什麼意思 Z是高主抗 你記得我們之前講 Vlog的基本原線路都有四個狀態 一個是0 一個是1 一個是X X代表位定值 一個是Z Z是高主抗 OK 所以 當enable是0的時候 其實我輸出高主抗 也就是說 我這個記憶體是斷線 它跟外面的線路是不同 這樣子可以把記憶體封閉起來 不要讓它影響到外面的線路的值 OK 所以我可以輸出高主抗 好 那 對於那種其他的狀況 我們也都輸出高主抗 避免它影響到外面的值 那 最後呢 資料的輸出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 裡面的那個 Data占人器的值 永遠都是Data占人器的值 那這邊有一個Main模組 就是我們在測試的 那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宣告Clock Reset 那這些我們是用 用名字的方式宣告 當然你也可以用Waves的方式宣告 就不需要寫這麼長 可是用名字宣告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檢查是不是對齊有對錯 好 那這裡 初始化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些Clock Reset 都設定好 在75奈秒的時候 我把它修改一下 在500奈秒的時候 我把它再修改一下 變成寫入模式 然後呢 再經過100奈秒 就再變成讀取模式 那我們每個50奈秒會把Clock加1 每個200奈秒會把位置加1 這樣我們執行的時候 結果會像這個樣子 好 好 OK 那我們執行 編譯然後執行 執行之後你會看到這個Clock一直在震盪 對不對 然後呢 Inhable呢 一開始 0 但是在75奈秒的時候我們設成1 然後呢 RW 就 rewrite 一開始都是1 一直到550奈秒 575奈秒的時候RW才成0 這個1的話代表讀取 0的話代表寫入 所以一開始這邊都是讀取值 那所以到這邊 那一直到575的時候才是寫入值 那你可以看到它讀取的位置 根據位置來讀取 0的話呢 是002F000C 這是我們reset的時候射進去 1的話呢 是2F000C00 這是我們1的 1的資料 ADDR等於1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一直讀 一直讀取的結果 好 那到了 到了這邊575奈秒的時候 它有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會改變 改變 然後呢 之後又把它換成讀取 575 經過到650還是寫入 到675又變成讀取 好 那最後 好 就只是測試一下我們的記憶體 是不是可以寫入 可以讀取 這一個魔圖 其實功能不是很多 就只是測試記憶體 是否能正常寫入和讀取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我先在這邊建立一個記憶體的模組 好 叫Memory.v OK 那內容就是我們書上的這一段 省事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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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體的城市 那 一樣我們先切到 現在是在低潮 好 好 那這是我們執行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記憶體 在 在 這邊 675 那一秒的時候 開始 對不對 575 那一秒的時候 開始做 寫入 然後 650 那一秒寫入結束 675 那一秒 回覆到讀取 那這讀出來的詞 你就可以看到對應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看一下這個記憶體的 中文 2 x10 按摩